你知道该如何拍摄策划一支优秀的旅行Vlog吗? 那些繁琐的分镜脚本模板真的适合你吗? 当我们收集电影杆旅拍,很多人会觉得规划好分镜脚本对拍摄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是去旅行,顺带拍摄一支Vlog 而不是说特意去策划一支商篇,你去写详尽的分镜脚本没办法拍摄出来 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策划拍摄一支旅行Vlog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总结的五个技巧 包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最适合旅行拍摄的器材和稳定器这些 随会它们呢,也许你在策划你下一场旅行Vlog的时候 就会更加容易好上手,也会更加容易出片啦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做旅拍行程攻略 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做攻略? 我是一个出门之前必须规划好一切 安排好大小事宜事无巨细的一个人 所以旅行之前呢我肯定会做攻略 那如果你这一次的旅行是要进行拍摄的 那我建议不管你自己以前的习惯是什么 都必须做好这份攻略 你可以把自己每天的行程路线图去列出来 会去到哪个景点啊,会去哪里玩啊 然后根据你要去的景点 去各种像小红书啊,旅行攻略网站上面找一些图片 它的作用是让你提前找到拍摄机位,角度和灵感 对于新手我们其实很难一到景点就知道自己该怎么拍 那现场发挥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呢 前进去看一下别人是怎么拍的 参考借鉴一下别人拍的好看的角度 再把它们截屏保存下来 会比你到了现场再去构思要容易很多 第二点就是流出你的拍摄黄金时间点 摄影的黄金时间点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吧 日出前后的一小时,日落前后的一个小时 那如果你是在太阳日晒比较强烈的地方旅行 尤其是要注意这一个点 一天一中这两个时间段是太阳光线最柔和 天空颜色变化最多样的时间 那不管你是拍空近景色还是拍人像 都是最适合的,出片率也是最高的 太阳落下后的Blue Hour呢也是拍摄人物剪影 或是天际线的最好看的时刻 那在白天尤其是大逆光下 其实是很难拍出好看的人像和景色的 如果你想做到旅行游玩的体验和拍摄相对平衡 那就把这两个时间段留给拍摄 其余时间段呢你可能就去游玩体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点呢就是设计你的Vlog故事 或者说Vlog开场和结尾 旅行视频大部分是五角本拍摄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从学习拍摄开始呢 就最好学会前期规划你的Vlog故事 我在早期学习Vlog的时候 会犯一个错误就是 总是会去学一些很酷炫的后期的剪辑技巧特效 但其实这样的Vlog除了看上去比较酷以外 观众并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内容 那没有故事的Vlog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大家尽可能的把你们的前期时间 多放在Vlog故事和表达的内容上面 比如说旅行的收获 比如说旅途中遇到的某个人给你的一些启发 比如说你这次旅行的原因或是目的 你是陪伴家人还是独立旅行 都是可以成为你构思的桥段的 那对于新手来说 一场旅行如果还没有开始 没有更多的灵感或者说你想要表达的内容的情况下 我们也能做构思开场和是结尾这样一个方式 在开场那期视频里面 其实我已经总结了比较常见的三种开场方式 没有去看过的同学呢 赶紧戳过去看一眼 它们分别是行拍开场 浓缩精华式开场 和故事感开场 那结尾部分呢 我一般会选择三种方式 首先第一种呢 就是呼应开头和旅行开场保持一致 在电影故事感开场里面呢 比较常见 故事感开场方式不一定是在旅行中拍摄的 有可能是可以在旅行前在家里就能够完成的 比如说回忆一次旅行 或者说你出发前的准备 那这个结尾如果需要呼应开场 便可以是回到开场的场景 把一整个旅行过程 变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串联起来 在始终无人注目的暗夜中 也曾动静地燃烧 而这些点点滴滴 都有被好好记录下来 岁月漫长 我有热爱 永不消逝 第二点呢 就是用航拍 岩石 日落的画面作为结尾 和观众说再见 非常常见好用的一种结尾 只要你记得在自己的旅程中 记录一次看日落的场景 或者拍一段岩石的画面 或者多拍一些大场景的航拍画面去做收吻 当山和风光和你在一起时 也似乎更加多添了几个名艳动人呢 第三点就是Vlog记性收吻 不需要过多前夕的准备 用跟观众讲话的A-Low的形式结尾 Vlog和旅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Vlog更多的是记录 所以除了在旅行中 记得随时拿起相机去记录 去跟观众交流讲话一挖 再形成最后一天和这一次旅程 做一次好好的告别吧 我们要走了 我们下次再来看你好不好 拜拜 我们这一期的Vlog呢 就跟着这个太阳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啦 Bloom送给我们的礼物 现在我送给你 以上三种结尾和开场一样 只是给到大家一些灵感 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容方向 喜好去设计创作不一样的有趣的结尾 第四点就是策划好你的视频转场 策划转场其实是一件费脑子的事情 但如果能够提前做好部分转场的设计 其实会让你的Vlog的整体质量有一个提升的 是会让观众觉得 你这些视频是精心设计过的 而不是胡乱剪辑的 那如何策划转场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准备几个相似的动作 比如说你每一天往前跑的画面 比如说每一天碰杯的画面 那相似动作的叠加使用 可以在后期中放在视频音乐的高潮部分 让这段画面成为视频的高光时刻 这些相似的动作呢是可以提前做设计 并且去实现出来的难度系数真的不高 第二点呢就是准备一些遮罩转场 万能的无缝遮罩转场 之前我们已经教过大家该怎么做了 在旅拍中真的非常好用 万物皆可以转场 那在拍摄前呢做攻略的时候 就可以提前想到了 比如说我们周末的时候 去了热带雨林里面拍摄 那你们看到的这些树干 就是我们天然的遮罩工具嘛 在到达景点后 刻意去拍一些这种让遮挡物 从画面的一头 划过另外一头的场景的画面 后期呢就可以使用到了 那在城市里面啊 开过的车辆啊 走过的人啊 也都可以是你的转场工具 包括你也可以利用一些道具做转场 这些镜头可以作为后期目的地之间的切换来使用 也可以是因为比较快的时候 做一些连续转场来切换 是提升你视频高级感的关键 第五点呢就是轻量化装备 因为大部分器材挑选都是阿超同学买的 花钱小能手但是 所以我特意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旅行拍摄器材的选择和建议 出门旅行一定一定要及格轻量化你的装备 哎呀没错 这个轻的装备对我们旅行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你背太多的东西就是负重 你背少了才能好好享受你的旅行嘛 对而且轻量化装备其实是可以提高你拍摄效率 像我们出去呢就一半只会带两个镜头 第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减少你频繁换镜头的这个时间 像我们平时带24105出门和一个50毫米的电胶 那24105就可以基本满足百分之八九十的拍摄成五序球了 然后还有一个50电胶的话就是专门拿来放在稳定器上使用 因为稳定器真的算是我们每一次出去旅行都会带到的一个器材了 你们看到的所有的跟随啊然后遮罩啊还有镜头的移动啊 基本上都是用到的稳定器 然后我们最近呢也是收到了智云给我们寄送的这个圆克M3 让我们来试用一下体验一下 我们最近也一直在用啊 我们今天出来旅行就把它带出来带了一天 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使用的一些感受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轻 真的太轻了 对这个稳定器就非常小然后非常轻 今天我们拿着它基本上是拍了一天的样子 然后也没有感到手臂很酸 平时我们以前的那个稳定器如果拍的话 既然拍了两个片段的话就手很酸就要歇一下 然后今天就可以不间断地拍摄 而且以前我觉得稳定器跟女生基本上是无缘的 反正至少我是拿不动那么重的肯定器 但是我今天用下来我觉得真的没有一点点压力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第一眼就是拆开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这个颜值也太高了吧 白色的 白色的拍出来的画面更加热一点是吧 白色的拍出来的画面更加热一点是吧 除了颜值高呢 我觉得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在这么小巧的一个机身上面 它可以搭载像我们这个A73这么的一个全幅相机 我们以前看到这么大小的这么小巧的便携式无缘器的话 基本上就只能放一个卡顿器在上面 然后现在出了这款新款以后 原来全画幅相机都能放在上面 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亮点 对 而且我还蛮喜欢它的快拆功能 是 你装相机就是它绷缠就好了 不会超过一秒钟 而且不管你擦妆几次 你也不需要重新去擦拼的稳分器 因为它的平衡轴跟它的快装板是完全分开的 不不影响 旅行Vlog的变化性极大 可玩性也很大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流程和方法 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呢 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哦 那以上就是我总结的五个拍好五角本旅行Vlog的技巧 都是非常真诚的分享 希望能对大家旅拍呢 起到一些小小的帮助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如果有点看前面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